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在高高在上的篮球之神佩服 乔丹可以说是无数篮球爱好者的偶像了 就连詹姆斯这样的现役联盟第一人都是他的铁粉 不过乔丹也有着自己的偶像 他就是天行者大卫汤姆森 在70年代 天行者是第一位在天上打球的球员 这样极具冲击力的球风自然也深深吸引了年少的乔丹 而在入选名人堂的时候 乔丹也是邀请了这位儿时的偶像来当自己的引荐人 能够成为篮球之神的名人堂一件人 可想而知天行者对乔帮主的影响程度 在乔丹成命之前 乔丹家族篮球天赋最好的其实是哥哥拉里乔丹 乔丹自己就亲口表示 自己在小时候经常和哥哥单挑 但每一次都被无情打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乔丹会选择23号的原因 因为他觉得自己能有45号的哥哥一半强就足够了 只不过遗憾的是拉里乔丹的身高定格在了1米7 乔丹则突飞猛涨到了1米98 如果哥哥身高能和乔丹一样 估计篮球之神就不会是乔丹了 你能想象得到NBA首座球员道德风尚掌 居然是属于活塞坏孩子军团的吗 不过获得者杜玛斯确实是出于你而不然的存在 即便是面对死敌乔丹 杜玛斯还是秉承道德防守的原则去对位乔丹 不得不说杜玛斯的防守功力真的是扎实的可怕 在他的主防下乔丹的每次得分都得拼尽全力 后来乔丹也在采访中公开表示 杜玛斯就是防守自己最好的球员 能用防守征服乔丹的整个联盟历史也就只有杜玛斯一人了 乔丹的职业生涯可以说是虐变了联盟所有的超级中锋 现奥尼尔尤因就被乔丹在气候赛亲手送走 不过有位中锋却是乔丹所征服不了的 那就是奥拉朱啊 虽然当年状元的身份被大梦抢走 但乔丹对大梦可以说是敬佩不已 并且还亲口表示他是自己最想成为的球员 因为他掌握了中锋位置上的所有技术 这也难怪当年大梦能够成为四大中锋之首了 毕竟他的技术是乔丹都佩服的 对于科比是个意图意有的小老弟 乔丹的评价不可谓不高 他曾在节目中说过 科比是唯一个有可能在单挑上战胜自己的球员 因为他偷走了自己所有的技术 而在科比不幸去世后 乔丹也是亲自出席追悼会 并发言泪洒现场 随后更是主动担当了 科比名人堂的引荐人 如此种种就是乔丹对这位小老弟的最高敬意